那这个呢是最后一次给大家见面了 这个大夜山呢是最后一次给大家见面了 它之前来的时候呢就像烧火棍一样要嗝屁了 经过一番救资之后呢 现在废后了一个勃勃的升级状态 它说呢过了十五呢就给它寄回去了 那个林寄回去之前呢 给这个花友也交代几句 那现在的这个状态呢 是我给它用我们家的土已经换好了 根系也都长满了 回家以后呢可以换个略大一号的盆 换盆的时候注意自己的喷土的排水透气 这个盆的话我就带着送给你了 这个土的话也是用的咱们间的 它寄养的过程当中呢是一分钱不收的 不过呢来回的快递费是需要它自己承担 另外呢我当时呢我说要给它嫁接点什么东西 不过看现在的一个涨势上面也有下面也有 如果嫁接别的东西进去就不好看了 就不嫁接了就要给它寄回去了 那这个花友寄回去以后呢 收到手以后呢可以等它缓个两天 那光照它是不怕晒的 它需要的是空气湿度要高一点 您可以就是做一个那种大大的那种 套空调的那种大塑料袋 晚上的时候稍微给它套一套来保保湿 其余的时候呢多去给一些光照 换一个略大一号的花盆 最大的话能够换到这么大小吧 也就是直径别超过30厘米 不要太深 太深的话记得加一些个透水层 也就大概换这么大的盆就行了 就大概像咱们那个这么大的盆就行了 注意自己的一个盆土 如果说找不到好土的话可以选 跟原来这个土一样的就我们家配好的那个土 再有呢就是不要去盲目的去用一些个烂七八糟的东西了 它现在没有什么病也没有什么事了 已经治好了 可以追一波肥料了 因为现在长得比较旺 要在它最好的时候去给它试肥料 好吧 这个也是给你叨叨一个事 另外呢有的话说我为什么养护大亿产不好 它是典型的怕冷的一个 这个是内蒙寄过来的吗 还是甘肃来的 旺了反正也是咱们北方的一个花友寄过来的 它是怕冷的 在入冬的时候呢 它需要一定的保暖 你如果说家里边没有暖气啊 可能是长时间低于十几度的话 它就会出现各种的不好 很多的话我认为缺肥了 开始拼命的浇水了 这个是不可取的 你像这个东西呢 在南方地区 比如说广东福建来说的话呢 它可以地灾 这个完全是可以地灾的 在北方的话呢 盆栽的话 它冷的时候 它叶子就会整个的不好 也会出现一种休眠 好吧 所以说呢 就不要尽量的让它不要太冷 像上面这个叶片 现在是它一个极限的一个状态了 就是以后长得再多 再大的时候呢 就要进行适当的修剪 不要让它长得太多 因为杆子整个太长 它下面也吸营养 上面也吸营养 你时间长了以后 它会让这个母体里面的营养 也会耗费掉 它有点像发财树的那种感觉 就是过分 再多再大的时候呢 你就维持这个样 再大一点也修 该修剪的就修剪 你不知道怎么剪 你就剪下面这个老的这个 下面这个老掉的 你看到这一个了吗 这一个是新的不是 新的很亮 你看这个就是老的 你到时候你可以把这份老的 你这样往下一撇 它就下来了 尽量的慢一点 尽量的慢一点 不要伤害它 这样就下来了 就是这种感觉了 一个一个叶片的去撇也可以 如果说很长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上面的尖一掐 让它憋一憋 这个要适当的人为的去控制这个事 你不要一直贪多 那句话叫什么 叫贪多嚼不烂 下面也是一个道理 这种树它都是一个道理 还有白蓝它也是一个道理的 别人应该没啥了吧 另外的话 多翻翻我之前的一些 关于病毒害的预防律 别人没啥了 这个代理厂可以给你寄回去了 主要不错 今天点个赞 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视频向我留言 我只能画一 养花最转一 白了